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事 为了要提升基隆的竞争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带大家从我们的交通停车 还有疫苗及各项基层建设 来倾听地方最深层的声音 为市民谋服 为您邀请到三位市议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庄景田 庄益作 主持人 杨益言 陈益言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庄景田 庄益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七组区市议员 杨秀玉 杨益作 主持人 还有我们庄益言 陈益言 还有我们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益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原住民族的市议员 我们的陈明健 陈益作 主持人 最后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还有我们两位一位的同仁 我是基隆市原住民市议员 陈明健 益作好 刚刚说到从交通来看 因为交通跟民生真的是息息相关 我们就要先带大家来关心 最近吵得飞飞扬扬的就是我们的捷运 捷运看来真的在进行 真的有希望 但我们地方的民族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们把时间先交给我们的杨秀玉 杨逸泽 那么我想针对这个公共运输 这个班次不足的问题 那么秀玉也准备了一段的影片 来与大家分享 后续再来解释我对于这个影片中 我对于交通这个建设的一个想法与建议 那么现在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这几天我们基隆捷运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因为这一条基隆捷运遥遥无奇 夸张到让你无可自信 每个要参选基隆市长的人 选前都信誓旦旦 基隆需要一条捷运 拿基隆捷运当成抵管机 只要敢开口给证件 不管能不能够做到 选票总是提领不完 总是用基隆捷运绑架选票这一招 更不客气的说 就是历任中央与地方首长 都拿基隆捷运骗选票 政府 可以这样背戴拥有国际游轮武港 这是金金湖的基隆市吗 海港税收被中央拿走了 只留下残破的马路 让基隆得到烂路网之二名 漏水利第一名 情何以贪 据了解 在一个月交通部长会给基隆捷运一个完整规划的答案 目前所知道的五赌到八赌是愿意移到人口密集 有通勤需要的路线 现在秀玉担心的是八赌到基隆 这一个路段腹地不足 如果可以一次拉持 从五赌直打基隆 这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 如果八赌到基隆 兼职用都市缝合方式 也应该要一并的规划 不要总是走一步算一步 然后再回头修修改改 我们林市长任期快到了 其实秀玉还是非常的担忧 现在画好的规划组 下一任能继续延续吗 如果目前执政者以后都卸任 能期待下一任继续建设吗 就拿我们七赌副都心来说 台北将南港火车站附近的吊车长 迁移到七龙的七赌区 大家都知道火车调度场 是让你非常业务的一个设施 当初迁到七赌区 相信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对声浪 因为基隆市政府规划 七赌为副都心 也和台铁达成 开发七赌重吓区的计划 承诺建立停车场 公园商业及住宅等用地 已回过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但是现在换了市长 前一任的政策 这一任有心要执行吗 都已经快七年了 我们七赌人忍受调度场的噪音 却看不到基隆市政府的一个执行 基隆市市长 是不是有刑任的一个带过 市长可以为了一辆五排车 占用车阁三年不动而震怒 林市长 你可以为我们欺负付都心 七年没有动而震怒一下吗 不要总是欺负基隆乡亲的一个尊厚善良 林市长 你快卸任 赶快检检基隆市政府 承诺市民的一个证件 哪些还没有兑现 不然怎么让我们继续相信 再换一张新的规划笔 真的能够完成吗 谢谢大家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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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rveillanc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足 我想不外乎就是供需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是班次少 搭乘者多 如果说是纯粹是班次少 忽视了通勤者的权益 那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主管机关的问题 如果说是发车的一个数量班次都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 但是还是不足以应付人流 甚至于造成这个道路的一个拥挤 这当然主管机关他也是有责任的 因为没有一个全部为这个市民全版规划一个完善的交通网 那我们知道在十多年前 那个南港川南这个七起重化 那这个就是南港的吊车产 它吊到就是现在就转移到我们七堵火车站附近 那的确这个噪音造成了我们七堵这个乡亲的一个 可以说是非常大声非常不方便 那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规划是七堵复读心计划的一个转运站 它是真的是可以分散目前交通运输的压力的一个计划 表示当下的一个公共运输是已经不堪负荷 就像我们人如果说我们超过了这个自己的一个承载的一个压力跟负荷 我们是不是也要找个帮手来分担我们的工作跟压力呢 交通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七堵复读心就是能够帮忙解压基隆市的交通运输压力的一个功能 就像台北市金站转运站 市府的转运站 我们也有可以选择说我们要做哪一条路线 选择公车路线 或是选择离我们家近的方便的一个交通方式 所以既然班次不足我们就表示我们有运输的一个需求 增加班次或是分散人流都是可以让交通更顺畅 我们都知道七堵的腹地非常的大 占了我们基隆市全部的土地大概有将近50% 所以我们一个交通建设这个腹地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像就是如果我们像一个家庭 我们一个家庭如果说靠爸爸来分担这个家境 如果是不足的话 我们小孩长大之后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来帮忙负担这个家境 所以我觉得说一个交通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分流 就像我们最近讨论这个捷运讨论的沸沸扬扬 讲了快七年了到现在还是在原地打转 还在空转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捷运一定要好好的去规划 而不是都是在画饼冲击只是让我们空想 这是我对捷运的一个看法 是 对捷运大家都有很多的期待 不知道庄益座对捷运的观察又是如何 谈到捷运应该从基隆的交通 其实外来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那我们在地人会更强烈这个捷运的需求 那基隆原来的地形都是秋年地 95%都是山坡地 那5%的平地又有很多隧道 河流 贯穿 整个基隆市很小又很拥挤 那几十年来又没有很大的改变 那每一天的通勤族来回差不多16万人 都要往台北去 那16%做公路 大宗运输 18%有坐火车 他到台北下车看到这个捷运路网 那么方便 时间那么短 车距 站距都很顺利 而且捷运开通以后 那他的都市更新的发展 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基隆人一直期盼有捷运 刚刚杨颖很特别提到 几十年来一直每年都在谈捷运 那捷运的开拓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捷运他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就是第一个时间 第二个金钱 其实林二昌市长到现在 他的路线都还没有定案 所以到目前上个月交通部长在 一个月会有一个答案 我想没有那么简单 我刚刚讲三个步骤 交通的评估 还有这个规划的设计 还有工程的说明 这个不是三两天可以完成 而且我们是夸县市 是基隆 新北 台北 三个县市要有共同的目标 你的地点要设在哪里 所以捷运对基隆人真的需求很大 我刚刚讲基隆人 我们的腹地那么小 整个环境几十年来的改变有限 当然现在大家有看到一些公共工程在推动 但是原有的道路面积 还有原有的这个居住环境 好像都没有再改变了 让老百姓有期盼 能够有捷运 马上可以跟新北市生活间 连结在一起 改变我们的生活品质 所以捷运还是对基隆市民期盼很高 但是说实在来 到目前的规划如果没有定案 大家选举一道都一直在谈捷运 所以这个应该中央也要重视 是 可以看到我们捷运 必须还要再有评估的挑战 以及规划设计和工程 不知道陈明健 陈明健 陈明健的看法或期待是什么 我们对于基隆决运 我可能说是用一句话来讲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程度刚刚我们庄宁也所讲的 对我们基隆决运 交通促长说在一个月的时间 来做一个定案 我想这个可能说是一个期待而已 我们也看到这个决运的一个设计 终点是在我们的巴都这一带 刚刚我们洋艺员也图示过了 但是它唯一的一个延伸线是到我们西岸的智慧大楼 但是对于我们人口比较多的像中正区 尤其是巴都地区 甚至于是我们安乐地区 这部分的一些市民也一直也期待说 希望据运的延伸线能够到我们人口最多的另外这两个地区 如果把延伸线延伸到智慧大楼的时候 它的运输的效应有没有提升 这些交通人口数 现在的一些车辆拥挤 跟乘车的这样的一个很多花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困境 是不是能够解决 我想这个是值得要去探讨的 所以对于我们捡运的延伸线 不管在我们巴都地区中正区 甚至于在安乐地区的这些市民 也期待希望把延伸线也能够到我们巴都跟我们安乐区 这样可以把我们一般的交通流量能够减少 市民乘车的时间能够缩短 要不然这两个地区还是最后靠快捷公车 来去运输的时候 我想这样的运量也不会减少 所以基隆捷运这部分的运输效益 我想真的是必须要重新要去做考虑 所以在评估规划这边大家都给予很深的期待 当然地方民众会希望可以延伸到我们家这里 各区都有的那种概念 当然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便捷跟省市 另外一个交通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安全 要带大家来看一个不太安全 就是我们基隆市安乐区迈进入484号前 这里的车祸评传 地方的民众就向市议员庄景田来澄清 希望能够强化这个耗置或标线 来保障人车型的安全 刚才不久发生的车祸 这个礼拜又再度发生 地方民众拍下影片 向市议员庄景田澄清 这个店这个点以前就有发网状线 结果现在道路 我们这个道路做好了 这个示范道路做好了 就现在都没有发了 这里常常就是发生错误 一个月最少五次以上 我们常常建议 常常建议看能不能 如果是有红绿人最好 但是如果有经费问题没办法 就是最少要向那个王庄建 向交通队求证 这个路段的车祸发生率的确颇高 市议员庄景田邀请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寻求解决办法 这个路段依市民的反应 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出车祸 这个星期三早上又出车祸 那原来的迈进路 自从去年示范道路完成以后 原来应该有这个长话线 现在没有 那我们是希望市政府 一个道路品质的通畅 跟人行道的顺畅 是一个政策的好与坏 所以希望能够今天的会刊 那市政府赶快补出这个防网线 让市民的行的安全 有更有保障 经过实地勘察及讨论 市府会针对迈进路484号前 这一个路段竞速研议 办理相关的交通改善设施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所有的用路人 要多留意路况 确定安全后再行驶 那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 就听地方民众说 他们一个礼拜发生一次车祸 我就觉得我靠 这发生的车祸频率也太高了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专义座 感谢记者很明确的 把这个交通动线的图 就是迈进路那个加油站的 近跟出 统统没有画任何线 网状线 中方线 隔壁的这个丁字路口 竟然可以画网状线 所以这个在交通设计跟规划上 应该要用心一点 何况它是每个礼拜几乎都在大小 车祸 我们上个那一天去的前三天 早上还要发生车祸 就刚才那个片段 我是想说 居龙市的道路边际这么有限拥挤 另外就是它的设计 我刚讲 既然是出入口 你什么线都没有 你也要赶快去改善 不要让人民的生命安全 跟行的安全没有保障 我这里也有一张图 一个红利灯进来137秒 一个这么炎热的夏天 再等2分钟 120分钟 你说它要晒成 本来是生的变熟的 这个就是要去规划 还有我们统统路就是海洋广场 那个智障者 他一样要过这个红利灯 这个红利斑马线 但是它靠的是铃声 就是它有不可声 就是东西像 还有这个鸟的声音 还有蟋蟀的声音 就是要通过 但是一般三四秒 我们平常很顺利 但是盲人 他没有办法 他知道前面是什么 他只是听声音 我现在可以过 问题是他过不了 你那个跨距是30公尺 30秒他没有办法过去那又怎么办 基隆有两个这个地段 循环公车他去恶性那可能也是一样 像这样的规划 我是想说 基隆市在任何一个区域的环境之下 应该特别清楚认为是他适不适合 这个法规上不可以画 还是法规上不可以做 你应该以现场状况来处理 像120秒你说 36度人 你会变成怎么样 那盲人你要将他穿过 他就没有方向 他只听到你的蟋蟀声 蟋蟀声可以走 不知道走去哪里 所以我想是这个应该要替 我们老百姓的 这个行的安全 要做好好的规划 不要让老百姓 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那个迈进入这个地段 整个区域 真的大家都很伤脑筋 都不敢过 尤其是上班时间开始 非常的严重 希望是政府能够重现 这些小的事情 所以就是耗制跟标线 这一件事情 其实对民众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们就是以这样的依据来进行 那刚才说到的那个长短 红绿灯的那些长短 那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 能够平平安安的 那说到安乐区之外 其实我们在七堵区 是不是也有一些交通 需要注意的状况 交通是不是 那么我想交通 我刚刚我们讲到 那个捷运的这个部分 我一直认为交通解决 就是要大众运输 一定要进驻进来 就是我们交通要分流 那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交通这个 就是说有关于车祸的问题 我想交通就是这样子 我们当然就是说 本身就是说 我们自己也要守这个交通规范 那交通频率的这个整个 七堵来讲应该算是还OK 但是我是觉得说 平常我们开车要多注意 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动线部分 我想警察局这个部分 他们都会多注意 那明建义座呢 刚刚听到 我们庄严对于麦金路484 这样一个交通事件平反 我自己跟庄严有同样 一个很无奈的一个感觉 就是每一次我们对 这些交通号制标志的政策 这样去会坑的时候 往往我们交通的单位 就跟我们回击就是 要以法规上的规定 不符设置交通号制跟标志 最近一个案例 就是在我们中正区新峰街 161巷口这个道路 是我们新峰街 最主要的一个干道 它这个道路是几乎成了 一个90度的一个弯道 如果两部大车 根本就没办法去汇车 而且这个道路 刚好是位在我们八斗高中 学校的附近而已 所以每天几乎会有学生 行人来通过 而且车辆有非常的频繁 是我们新峰大地区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干道 这个交通事件事故 也常常会发生 所以我们最近也在做一个会看 最后我们交通单位的节育 也就是不予设置多的交通号制 这个就是我跟庄严有这样的一个 很无奈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边趁这个机会也直呼我们基隆市政府 你要照顾我们市民在交通方面的一个建设 不要以法规上的规定为主 要实际的按照现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去做一个修改 而在这个道路旁边刚好新设了一个建案 这个建案也允许我们提供一些的陆服 让这个弯道能够取值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近期内 我们市政府能够提出强力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希望我们这个要求能够让我们的建商 能够尽早把这个弯道能够加以改进 让我们的行人跟学生能够有更好行的安全 就是要兼顾安全还有便利 紧接着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停车问题 这个停车问题也让大家非常疼痛 我们先请安乐区我们专一座来跟大家分析 其实基隆市的停车问题真的蛮严重 你说庙口市区更不用讲 当然市政府最近有在推动 推个几个案子就是安乐兴议国小地下室 但是也延宕还没有 所以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火车站 当初我建议火车站开闭一个土地 往南站有一个复合式的停车场 因为钱也拿到了也招标了 但是没有人来 最主要是因为它又要配合捷运的推动 那个捷运到底出口在哪里 所以这个复合式的停车 南站的部分又没有了 那我回来讲我们安乐区 安乐区 安乐区公所旁边有一个现有停车场 我几乎每一届都在跟安乐国宅一样 一直在跟市政府研商 既然是停管 是停车场拥地你为什么不开发 给我的答案就是说 因为效益不张 就是成本太高 市政府本来就要土利老百姓 那你现在在平面只有一层 你如果往下再四层 好 它说要花三亿 不管花多少钱 至少一层跟四层 现在将近五十步 那四层就两百步可以停 现有的土地你不去开发 那另外我们安乐区 包括我刚刚的安乐一起国宅 本来就没有停车 地下室都没有 它是豫住型的 所以现有的停车更不讲 早期的国家星辰都没有 大火轮的内疗外疗新轮都是一样 老旧社区开发的 因为那里是低密度 那我现在是一直讲 既然停车这么需求 为什么不把公共设施的部分提出来 例如学校 像我们安乐国小 安乐国小就在我们安乐市场旁边 那它的操场你就往下挖 跟仁爱新一国小一样往下挖 现有的停车土地就是现成的 很简单只是经位问题 每一个学校包括长乐国小 安乐国小 五轮国小我们农船国小都可以用现有的停车 因为现有的操场来做停车场是非常方便 而且又不用土地成本只有开发的经贵 市政府一直讲说学校跟民众还是要有一点距离 其实现在都开放式了 而且现在都医化了 很好去管理 只是你有没有做 因为现在停车的管理很简单 都是四北的 也不用人在那边 那你管理更安全 所以我还是想说 既然停车空间这么需求 基隆市各区的学校 应该开放他的操场来开发尾停车场 是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停车空间 加会我们的地方民众 不知道七组区这边我们要请教杨逸泽 对 那么我想停车问题 一直就是都困扰着我们这个七组的相亲 那我们知道我们七组 这个老旧民宰居多嘛 所以我们在停车这个不足的份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常常有居民会来跟我就是 就是关于那个交通方面的停车的问题 常常被开发单 我常常一直在想说 政府到底要拨我们人民几层坪 其实我们七组腹地算是相当的大 尤其是我们七组火车站附近 有很多的国有土地 包括一些铁路局宿舍 还有港务局宿舍 可是已经讲了那么多年了 还是都是原地踏步 还是原地踏步都没有去活化 怎么样来活化 比如说国民住宅 青年住宅 或是先让我们民众停车使用 完全都没有释放出来 那只会开发单 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当的 那我是希望说 我们政府应该要有所谓的预算支出 来解决我们老百姓的停车的问题 而不是都是用开发单 来拨我们人品的 这个一层一层的皮这样一直霸 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人民都是有缴纳税钱的 那我们就没有地方停车啊 那是以开发单为目的 我是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我是希望说 政府真的要拿出政策 要真正的解决我们所谓的停车问题 这才是一个有为的政府 就是补足我们的停车位 这样子可以解决我们的停车问题 不然我们很多民众拿到发单 就会跟议员成勤来反应 我们就是没有找到停车位 所以才这样子停 然后就被开发单 那就是很多意义做为民众反应的心声 那民建议做任何呢 我想对我们基隆市停车的这些问题 我们一位两位同仁都已经提过 这个都是我们市民的一个共同心声 我想不在于这边再多重复 所以我在这边要一提的就是说 假日的这个停车问题 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 不管是在中正区也好 或暗热区或是七堵区 主要是我们的景点 这个停车问题是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最近提了一个就是我们和平岛这个桌 和平岛这个假日已经塞爆 这个停车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个是前几天的一个报纸报道的 这个一直我们请交通处能够援溢这个停车问题 而交通处它的最后的决意是说 现在正在援溢做小客车管制的计划 调整交通管制疏导 包括车辆的动线接驳车等等 这个讯息方面的改进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治标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想而知 就譬如在和平岛这附近 可以说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每到假日的时候 车辆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能够把这个停车问题 真正能够解决的一个回忆方案 我个人认为必须要有停车场的一个设置 甚至于把这附近的停车场能够连结起来 最后用接驳车来再用我们乘客 到我们的观光景点 而市政府最近对我们在我们这个海大的 这个小艇码头的附近 有一个港物级的一个仓库 这个腹地非常非常的大 据我们附近的民众来表示是说 只要把这个腹地改成一个大的停车场 可以把所有整个从和平岛约好 到我们的必沙港 到我们的海科馆这些停车问题 可以一并的大概可以解决一半以上 这个才是一个治本的一个方法 而不是你再规划什么交通动线 接驳车 秒数的管控跟交通的疏导 但是每个礼拜天你看多少的远景 来去指挥那些车辆 我想这个成本不是更大吗 以其如此 倒不如你真正的让我们一个大的停车场 能够在这附近能够兴建起来 才能一并解决 能够治本的方法解决这个停车的问题 真的耶 就是要在那个附近的 景点的附近要找出一块空地 然后不管是什么样 又有计划的去把它承租下来 或者是把它好好的规划建设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我们景点交通的一些困扰 让民众更方便 那说到这一个交通完毕之后呢 我们的观光建设也开始看得到了 那我们疫情开始复苏之后 大家很关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疫苗施打率 疫苗施打率我们现在目前打到的是 65岁以上的老人都已经普及化了嘛 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庄义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是有很多莫德纳孤儿也跟你反映一下类似的情况 其实疫苗我本身是打莫德纳啦 不管打什么 我想我们中央政府对疫苗整个这个流程的施打很乱 其实到目前真正的疫苗数量不足吗 我认为应该是超过 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 65岁到现在到这个礼拜 有的都还没有吃的 所以表示我们老百姓很可怜 第一个我们没有吃的权利 疫苗的不足 不管中央政府买得到买不到 你看我们的社会民间团体 一个50万计三个就1500万计马上就出现 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紧急基金的窗口 你中央不行让老百姓去谈判 最后这1500万计也是老百姓自己努力得来的 但是中央你插手去揭入去控管 到底现在数量多不多 够不够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你应该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费力宾这样公开 让老百姓自己努力参与政府购买疫苗的权利 另外我们老百姓更可怜 没有知情的权利是什么 我们要施打之前的评估 只有今天你打疫苗去到那里 有医师跟你讲 你有没有毛病 有毛病我自己知道 应该你要一个礼拜前就让我评估的权利 让政府来为我评估 施打以后也要让政府给我们一个支的权利 来监测我们施打后的状况 这个通通没有这 只是做什么 你什么时候等我的通知单来打疫苗 打什么就有什么打什么 老百姓不是很可怜吗 到现在还在乱 其实我儿子都还没有打 最后打什么 打最便宜的最快的马上有的 所以变成这样老百姓支的权利 我刚打的他没有国际认证 马上就有 但是不打 我儿子说不打不打 打就有一点安全感 所以一点支的权利都没有 很可怜的老百姓 所以我想疫苗应该政府公开 到目前你到底 我们是两千三百万人口 你到底现在已经超过四千了 还是五千了 还是未来又会打到什么样的数字 我从一开始 从75岁以上 73岁72岁 70这样很顺序的年龄 当然是第一线的第二线 那个特别不用讲 其他你依年龄来打 不要让自己让平台去 自己去预约乱七八糟 而且像莫德纳组织长 这一季65岁能不能打到 最近进来了 但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我刚刚讲的 就以通知单为止 我们安乐器还算好 我们的施打疫苗 都在固定一个场所 很有顺序的半个小时 每一里半个小时 像我时间到 我如果一点半到两点 我是一点55分我才要去 我两次都是这样 因为有的很赶着他提早去 最后十几分钟都没有人 我去都剩下几个人 我是这样算 那顺便去看看老百姓他们 有没有其他疫苗 他还是跟我玩意 我没有资的钱 我打以后回去怎么样不知道 要看自己的命 你应该去监测老百姓 施打前的评估以后 施打后的监测还要再知道 说你庄严你回去资料跟我保持联络 每天有人来问候我怎么样怎么样 说实在我们现在死亡率也蛮高的啦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发生 所以我想疫苗中央真的你的责任太大了 应该要好好照顾老百姓 给老百姓有资的权利 所以要有评估要有监测 然后还有资的权利 都是奶生外之物 经过这波的疫情 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中央政府有没有真正的 爱我们这些国家的子女 甚至这一次有关于国际疫苗这个部分 我想从5月中旬爆发至今也试过多月了 现在的覆盖率还算是满低的 我自己都还没死到 我是打那个肺炎硬球菌 我讲真的 我都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 每天出门就告诉自己 给自己一个念力 我觉得政府真的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是不对的 讲到这个国际疫苗 我们政府要开放这个疫苗给人民打 你要有所谓的这个防护力 但是你现在比如说像现在疫苗 就让我们台湾的人民觉得 这疫苗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感觉就是 就是慢慢的一波一波一波的这样 就让我们感觉就是 人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现在也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其实我要讲的部分 其实刚刚我们庄议员都讲过了 我也不会再重复讲 但是我在那边呼吁政府 真的要爱民如指 要让我们都施打疫苗 让我们多了一层防护力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 我们才能够为国家打拼 赚钱给国家 我们台湾的人民才会过得好 这是以上我的建议 所以就是要有好的防护力 这样人民才有好的身体 那我们的民间异作呢 我们对于疫苗的这个施打 我在想是 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疫苗要有信心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责任 我们对于施打 给市民施打 要给他们一个安心 我们看到我们金融市政府 对于施打疫苗的一个顺序 除了是中央法定的这个第十几类 这个是优先顺序之外 在长辈这个施打的顺序 我想这一波做的是蛮好的 按照我们这长者最年长一直到65岁 我想他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顺序来去施打 至于65之后 尤其是中年到20之上 这些的部分 有很多的自信 陈鲁看看我们专业所讲的 有时候是突然的 就让我们公告说 几天之后必须上医院平台去登记 然后到最后减讯一直等不到 或者说突然规定在什么时候 上什么平台 然后在什么时候来去施打 像这一个自信有时候真的很突然 像我们市民有时候觉得无丑是丑 我想我们明代议员跟当地的旅长 真的也接到很多的电话陈请 也这一段期间真的也让我们困扰 非常的久 帮他们预约登记 对 因为人家都在问 像我们的年纪连一记都还没打 我到底什么时候要打 我们也没办法带市政府跟卫生局跟中央来打扶你说 你应该什么时候要打 我们都是等待市政府的这个资讯 甚至于中央的资讯才能答复他们 像最近我看到一个信息是我们市政府的 就是可能最近就是要打A率第二季的 有两个地点可以施打 一个是我们安乐区实际的进师堂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立体育馆 这两个地方它好像安排五天的时间 有要施打A率第二季的这些市民 它的列了几个条件你就自行前往 像这样子你规定这个施打的顺序 我们市民到底是按照什么标准 来去等待或什么时候也要施打 像我们很多同龄就想 连第一季都还没打过 我儿子到现在一剂也还没打 他们又讲说你是医院的儿子 难道不能打到第一剂吗 我说我们不能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们都是依照规定来去施打疫苗 所以对于疫苗施打的这部分 我是建议我们地方政府 真的疫苗的剂量到底有多少 你能够完全能够全部施打 据我所知我们的发配的疫苗 感到我们本市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全部都施打完毗 可能还会残存百分之二 或是百分之几的那个存量 来给警局需要施打的对象 或者有哪一间城市有急需的话 也必须要配送给他们来去做一个施打 但是施打的顺序 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提早 让我们市民有资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是 一樣都是还是希望可以早一点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可以 施打疫苗 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师父 还是要加把劲赶快把疫苗给卖足了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是我们的基层地方建设 八斗高中它首创的情境教室 这块是以原民班文化实验场所所主打的第一栋建筑 而且是孩子们跟老师自己盖起来的 那这个是以老祖宗的智慧为主轴 以后来看他们的上梁仪式 慎重的祷告祈福最后上梁 全国唯一由地方祈老与大学端共同开办的原民实验课程建筑课 就在基隆八斗高中 每一次的课程并没有特定的教学模式 而是学生从劳动中学习建筑技巧 进而培养生活态度建立起团队合作的精神 同时传承阿弥族的建筑工法 这个情境教室未来也是我们原民善歌的很重要场所 所以透过这个建筑 让原民的生活的一些情境能够呈现出来 我想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那上梁仪式也邀请到我们地方上的祈老来主持 非常棒的一个仪式 由地方祈老与中原大学原住民专班的支援 共同带领实验学生从就地取材开始进行搭建工程 从削枕树皮 延续木头 制作木桩 上山彩竹梨 今年四月八斗山庄的赖金生祈老 也加入建筑课程团队一同测量土地及搭建立柱 我很期待这个情境教室 因为我想体验这个传统家屋 我们过去也叫它叫做一个打入岸 甚至是叫做一个熟固 这个就是取自于大自然这样的一个智慧 让它建立起来的 在都位区里面虽然是出生在这里 都能够去了解深入的体验 我们原住民的生活技能跟学习生活智慧 台湾有七百多个部落 还有很多原乡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在大学里面教书 发现其实非常难教 因为大家在国高中阶段的 整个从生活教育所产生的知识 通通都断掉 高中在世界各国的先进国家里面 都是代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这阿弥斯的话叫做 要变成真正的一个人 所以有机会的话 我们应该要来共同推动 原民教育在基隆 往前进一步的可能性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在议会 像我和陈建明议员 我们都会非常非常关注 原民专班后续的走向 我们大概也都会知道 八斗高中下一个阶段 在面对市立高中 整病的问题的时候 原民专班到底怎么办 所以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 在市议会里面大声疾呼 基隆市需要的是一个 全台湾第一个原住民实验教育学校 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基隆可以促成 再加上刚刚陈议员所说的 这样子的实验学校 需不需要有一个宿舍呢 当然 所以从校地乃至到 各式各样的实验教育计划 乃至于到教育资金的筹备 这几件事情它都必须要透过跟地方政府 我们极力来呼吁跟推动 所以要麻烦各位我们在座的 还有我们的同学们 一起关注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只有是一个教育的接受者 我们同时也是一个原住民教育的推动者 力量仪式圆满落幕 也是巴斗高中原民班正式跨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会尽快建造完工 并着手进行第二期的织布工坊 以及第三期的木造两层楼多功能教室 期待孩子们传承其乐们的文化技能 思维 打造民族精神的场域 让秦师生感受到原民课程 部落化的魅力 可以看到我们的原住民文化 在地方的我们明代大力推动下 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 那当然我们成民建成义座 他其实在为原民乏身 争取了非常多的建设 我们要请义座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个情境教室 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情境 大家可以想到是过去的 这样的建筑的架构 这个情境教室如果在过去我们原乡 我们叫做SPEE 这个SPEE它是代表一个精神又是很严肃的一个地方 几凡地方上部落的一些重要会议 甚至于地方上有一些争议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聚会所里面来去做讨论 来去做解决 所以不管有一些的文化技艺的事前的一个讨论也好 都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所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这个含义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能够在都位区里面让我们都位区的原住民的小孩子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实体建设 能够让他们去回想我们原乡的过去这样一个部落的一个建设 也从这个建设的整个实体的构造起来 能够去体会他的文化的真正的一个含义 让他们去学习过去长者对大自然上的取得的一个智慧 跟他们生活上的一个记忆 甚至于从这个聚会所里面所衍生出来的这些的生活习俗 生活技能手工技能工艺技能等等这些部分 都能够一起能够学习到 甚至于我们的语言的传承 也大部分也都在这个聚会所里面来去授授 所以我们八斗高中一直朝着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建筑的情境教室 这个是一个起步这是一个开头 除了我们在八斗高中 极力能够这个严明实验班里面 能够持续的能够扩大 就成如刚刚我们一位同仁讲的 我们也朝着能够在八斗高中 能够成立一个甚至于是台湾的第一个 原住民族的实验学校 这个是我们是努力的一个方向 现阶段我们除了能够在八斗高中 能够落实我们所规定的 原住民族的实验教学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原住民族的各项的 这些文化的底应的这项的各项事物 能够传扬发展出去 甚至于让我们的学生 能够在学校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就学的一个环境 最重要刚刚我们所提的 我们学生宿舍必须要兴建 这个是能够让我们学生 能够安心的来去有学习的一个环境 也可以让我们其他的外县市的学生 能够到我们八斗高中原住民实验班来就读 是 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义座 它其实也争取了很多 那个原民的活动场所 对 然后包括了现在我们的 大国人森林运动公园 那个北二高桥下也有一块地 我们要请民间义座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原住民它比较是一个 群体的一个族群 所以有时候不管在假日或是有空闲的时间 我们也都会大家会聚在一起 来互相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所以在都位区尤其在我们基隆市 这个布地不是很大的这个地方 我们都一直是希望能够 有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甚至于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我自己就任上来的时候 也不断的来努力争取这样的一个床手 所以在民国九十二年 我们就落成启用我们原住民的文化会馆 逐步的在我们七堵地区 也成立像七堵百福原住民的活动中心 虽然都是利用在我们桥下 这样的一个腹地 但是这个是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并不重视在七堵中正而已 其他地方我们都会注意到 像和平岛地区的原住民组的聚会所 这个配合我们这些大理石场景的这些经费 来帮我们原住民来争取 新建专属于和平地区原住民组的一个聚会所 相对的在安乐地区 我们已经找到这样的一个一定地 我希望能够安乐地区也能够有他们专属的一个 原住民的一个活动广场 我想这个安乐地区原住民活动广场 我真的也要谢谢我们庄议员 也在极力地来协助来争取 除了这四个地方以外 我想过去也做过的就是 我们中正区立德路280项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广场也做好了 将来我们在软软地区 也要争取在地内30号公园里面 也希望能够新建原住民有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广场供我们原住民或是一般大家一起来使用 因为原住民真的在杜卫区里面 他们真的是热心就很乐观 希望有活动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 所以这个场所场地的寻找真的非常的不易 所以我个人一直在这几年当中 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所 极力地来争取 也呼吁我们市政府来重视 我们原住民这个文化 也要使用的这个场地 所以这几年当中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场所 能够尽快地能够新建 就可以看到民众有感的事 其实就是在生活息息相关 像是刚才说到的公园 你只要带大家来看整合篮球场 与贡荣市油漆园区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篮球场就是一个人家 金融市长牛昌亲自向居民说明工程师做内容 为了提供安乐区民众更好的休闲运动空间 金融市政府规划 披荐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分三期施工 第一期将改善现有篮球场及儿童游乐场环境 增建贡荣市游戏区及极限运动场 还规划有汽机车停车场 满足地方需求 第一期就是两个篮球场的一个整建 还有包括长者跟这个新的一个儿童游戏场 以及停车场的一个设施 还有一个简易的这个极限运动场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来改善整个新山水库 还有棒球场周边地区 整个的一个休憩的运动的一个环境 至于市立棒球场旁核心区的第二期工程 金融市政府将编列预算解决土地问题 希望能在明年完成系部设计并动工 那目前正在进行私有土地的一个架构的一个程序 那预算大概是3700万左右 那我们会在今年的预算的会期里面 来编列预算来争取议会的一个支持 那接下来这个土地的问题处理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同步进行系部的一个设计 然后希望之后在明年之后呢 能够开始来进行工程的一个试作 对于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顺利动工 当地外聊理理长相当感谢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林六三林市长 然后重视我们李明的意见 来做这个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 金融市副议长林沛强市议员庄景田 秦真及张志浩等人也认为 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动工是一项重大里程碑 大五轮森林公园的开工代表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也就是让我们安乐区人口基数最大的行政区 能够在这边市民能够在这边享有更多的功能 包括说能够健康运动 然后来这边享受我们当地的特地景观 现在能够分钟短长期来 施作整个北洋高桥下 我想对附近这个我们里面的里面 这个生活还有运动休闲都非常有帮助 只要是把我们周遭的环境 以及公共设施做一个完善的共民众使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共建设 牛茶也呼吁民众在完工后 能够共同爱惜使用这一处得来不易的运动公园 让更多人都能享受运动休闲的乐趣 运动公园在 这就是与民森兮兮相关的事 只要旁边有个公园 可以好好的运动休息 那真的是很幸福 我们要请张一座 看到运动公园 9月3个月9月正式启用 其实那个是第一期 还有二三期 那二三期可能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快 因为刚好碰上五轮溪的诊治 那第二期有碰上诊治的 这个四孔子的问题可能会延宕 其实大五轮森林公园 我是希望刚看到的棒球场改为小巨蛋 因为它在国一在国三的中间交通非常好 还有棒球场操场底下坐停车场 停车完全没有问题 另外刚刚陈妍特别提到 原住民的这个运动广场也在左边 所以经费上今年我们已经益住 160万左右 那希望这个高工区同意以后 明年也可以完成 让基隆市民有一个很好的室内休闲活动空间 还有运动公园的成立 让附近的社区居民 他有很好的运动场所 是 就是要为民众争取好的运动休闲空间 相信在七堵区也很好 最后一分钟要给杨秀音乐做 我想这个运动公园 让我们知道说公园的一个重要性 因为公园跟我们人民可以说是 每天生活在一起 那也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重视 公园的一个营造 因为公园的确会让我们人民的 我们的老百姓身心健康 那我也希望说未来我在公园这个区块 我一定会尽量去争取 是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三位来宾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相信这些宝贵的建议会让我们基隆越来越好 好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易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法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警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用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一 九 六 六 一 九 六 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而且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 这很棒耶 谢谢 随大煮吧 好 好 走 小心 小心 您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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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妈 妈 哥 你赶快打电话啦 救护车 在1966的协助 从妇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恐怕死我的孩子去庆祝了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 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的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啊 爸爸出院后该如何照顾他呢 别担心 回家后的长期照顾 我们来帮您安排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评估您家人出院后的照顾需求 出院三天前完成评估 连结长照服务 像是居家服务 居家护理 居家附件 简易生活扶具租借等等 符合资格者回家一周内 就可以得到长照服务 长照出院准备服务 安心出院不担心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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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營氧化碳重結者Noco醬提醒您 无碍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營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Noco醬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